生嬰兒在醫院裡面有黃膽的時候 有姑娘一定搬到一個臉部 臉痹的 那就是臉紅外線的 原理一樣 原理就是用臉紅外線的功效 如果癌細胞 熱到39度以上 特別是40度的溫度 它是自動去死的 大家都知道 整個人的體溫 如果你提升1度 免疫力提升30% 這一張是一個助墊 也可以用來墊肩膊去躲 我一向睡在肩周炎的肩膀很痛 我的手想遞上來開個電鍵 都遞不到 如果我睡了第一晚 起床還可以 真的不會痛 而且遞手可以即時遞起 我睡了第二晚 即是今早起床 整個人可以彈起 手可以動 否則早幾天在梅南天 我一上來 手上去按個電鍵 想開燈 按就閉不起 不看得很高 開燈的鍵是在那裡的 你給我一個時間鍵 我設定了五個小時 睡了 人很深層睡眠 睡醒的人很精神 往時睡醒 都是有一些 睡了很多個小時 你都覺得不夠 是的 沒有那麼精神 現在睡了之後 人不知道是不是深層睡眠 我自己感覺良好 總之就是 同樣睡十個小時 大家都有不同 因為就是睡眠質素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為何你剛才的神奇 不同效發生了 這個萬用墊 整塊黑色的位置 就是石墨烯 幫忙導電到得很均勻 還有它發出軟紅外線 負離子 這個其實有一個功能 第二就是它在後面的底下 加熱這些軟粒粒的邊石 加熱這些邊石之後 邊石又是發出軟紅外線 還有負離子 就會幫我們細胞做運動 即活了細胞 怪不知這麼神奇 放在一條頸上 你會將血回得更加暢通 整個晚上都這樣的話 你睡得怎會不好呢 它在這裡會發出物充磁場 我現在開物充磁場給大家看 因為它裡面發出磁場 令它有一個共振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它整塊東西會發熱 用石墨烯 這張墊是可以捲起來用的 可以捲在身體任何地方 腳、手 沒有啦 我聽到幾個案例 就說是放了好像一個桶 放進去 接著在15分鐘至20分鐘之後 就不痛了 捲腰也可以 沒問題 新生BB在醫院裡面有黃膽 那時候姑娘一定搬到一個軟紅外線的傷 是嗎 是啦 它做了7日、15日之後 黃膽就偏少了 原理一樣 原理就是用軟紅外線的功效 黃膽病的BB 放在一個箱裡 那箱是什麼箱呢 是軟紅外線的燈 三小小朋友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不會對它有害的 癌症病人 癌細胞 其實每一個人 從小到大 它都是潛伏在我們身體 之後一到 它就發作了 很悲哀 但是它是很怕熱的 如果癌細胞 如果二到三十九度以上 特別是四十度 這樣的溫度 它是自動死的 真的嗎 是啦 這樣就可以對我們 癌症病人 效果是很大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 整個人的體溫 如果你提升一度 免疫力提升30%